股市中的经典格言 一 记住该记住的 忘记该忘记的 改变能改变的 接受不能改变的 二 我不知道我现在做的哪些是对的 那些是错的 而当我终于套死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些 所以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尽力不在股市被套 然后等待着别人套死我抄底 三 天上掉 钞票我不会弯腰 因为天上连馅饼都不会掉 更别说掉钞票了 四 天天拼命买股的那些人 都是找不到好股的人 因为好股都被我以前买光了 五 白酒一斤 我绝对没感觉 因为喝半斤就已经喝死了 六 套劳教会人一切 如同考试之后公布的结果 虽然恍然大悟 但为时晚矣 股市可以犯错 但是不要重复犯错 七 我只不过想见见他 看看他的样子 既然他不给我机会 我也一定不会给他机会 八 你以为跳脱衣舞暴跌光不要脸就行了 还得会劈刹 能倒立 一条腿轻轻松松一抬 一人多高 叫上媒体 叫上教授忽悠下散户 九 在股市你要有最大的优点 就是能在关键时刻大一灭亲 说翻脸就翻脸 稍加训练就能成立一恐怖组织 还绰绰有余 十 我等这个机会等了三年 不是为了证明我比别人强 只是要证明我失去的东西 我一定要夺回来 十一 炒股和赛车一样 有时候要停 有时候要冲 不要永远想着宠那样会撞死的 十二 没了感情的两个人晚上睡觉 我摸着你的腿 就像摸我自己的腿一样 没有感觉 可是要把你的腿锯掉也跟锯我的腿一样疼 但是又不得不锯掉 十三 手不是用来打人的 而是用来拥抱你所爱的人 脚不是用来踢人的 是用来向理想的目标迈进的 账户不是用来亏的 而是要为你的理想你的爱人创造幸福而赚钱的 十四 股市媒体的天职是服务于销量 而教授的天职是服从于媒体 永远不要相信他了 十五 有耐心看得到这里的人 说明下轮牛市你可以赚钱了 但是请记住 下次飙车时要懂停 不要永远冲 现在还是红灯